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长安十二时辰》 作者马伯雍 演播张腾月 第六十九集 萧归后退了半步 让灵人的气势略略减弱 与气变得柔和起来 你仔细想想啊 距离灯楼最近的是什么 那是新庆功的勤政务本楼 上头就是欢艳的天子和文武百官 派上悬缘灯楼炸起来 倒霉的也只是这些害你的肚虫 怎么样 大头 过来帮我 听到这句话 张小静一瞬间整个身体都僵硬了 这句话 他在风碎堡里听过无数次 多年不听了 现在却代表着完全不同的含义 更让张小静恐惧的不是萧归的阴谋有多恐怖 而是他发现找不到拒绝的理由 张小静本来就对朝廷怀有恨意 那些害死文武记的人至今仍旧逍遥法外 他之所以答应李毕追查这件事 完全是以合成百姓为念 可现在老战友说了 却乐或多 只是针对这些王公大臣们 正好可以报仇血恨 不必伤及无辜 然后让突厥人承受后果 多完美 更何况 现在连静安司也没了 李毕 谭奇 姚汝能 徐斌 伊斯这些人 或不知所踪 或身陷牢狱 一切和他有关的人 都被排除 被怀疑 不再有任何人支持他 他找不到拒绝的理由 找不到一个 可以让自己再坚持下去的理由 张小静闭上了眼睛 努急当当一声跌落在地 他后悔自己答应李毕的请求 早知道 还不如老老实实的 待在死牢里来得轻盛 萧龟盯着自己的这位老战友 没有急着追问 而是后退一步 任由他自己天人交战 过了两久 张小静缓缓睁开眼睛 语气有些干涩 我加入 萧龟眼睛一亮 好 就等你这一句 咱们第八团的袍泽 这回可又凑到一起了 他激动的抱住张小静 就像在风碎宝时爽朗的笑了笑 张大头 咱们再联手 创造一次奇迹 张小静僵硬的 任凭他拍打肩膀 脸却一直紧绷着 褶皱里一点笑意也无 萧龟俯身把努基捡起来 毫无顾忌的扔还给张小静 做了个手势 让他跟上 两人离开水利宫 沿着一条狭窄的台阶走上去 约莫二十几步 掀开一个木盖 来到了太上悬园灯楼的最底层 高者必有厚积 整个太上悬园灯楼高于百五十尺 即便都是竹质 整体重量仍旧十分可观 必须得有一方厚实的地根拽住才成 所以毛顺索性把这个灯楼的底层 修成了一座宽大的飞檐玄关 纵横二十余营 屋檐皆称云状 远远望去 有如祥云拖起灯楼 更见仙气 他们从水利宫爬上来 正好进入这祥云玄关的后殿 此时殿中堆满了 马车上卸载下来的麒麟壁 十几个人都在低头忙碌着 他们一看萧归进来并不停手 井然有序的埋头做着事 至于张小静 他们连正眼都不看一眼 外面的龙武军恐怕还不知道 皮肤已悄然控制了整个大灯楼 这不再是一个能给长安带来荣耀的器官 而是一座前所未有的杀人戾器 有关必有顶 在玄关后殿正中 按八卦方位摆着八个小顶 他们本来是用作装饰的 结果现在被用来做加热器具 每一个顶中都搁着几十根麒麟壁 顶底烧着炭火 不断有人拿起一枚小冰瓶插进竹筒 不用介绍 张小静也立刻猜出来了 这就是一直苦苦追寻的雀乐或多 正在做最后的加热工序 那冰瓶其实是一个细紧琉璃瓶 壮如锥子 里面插着一根冰柱 冰外有刻度 把它伸在竹筒里头 看冰柱融化的速度 便可推断食肢 是否已达到要求的温度 张小静没想到 他们连这种器物都准备出来了 萧归注意到他的眼神 这是盗什么炼丹用的 被我偷学来了 蒙火雷悟性难训 不把温度控制好一点 一不留神就炸了 他兴致勃勃的 又伸出手臂一指顶底 你知道这炭是从哪来的吗 张小静看了一眼 那条炭呈雪白颜色 只见火光 却没有烟气 萧归道 这是南山上的一个卖炭翁烧的 那老头烧的炭 雪白如银 火力十足 而且杂烟极少 他原本每年都会拉几车到城里卖 结果宫里的采办 经常拿着半匹红纱和仪仗铃 强行换走一车 得有一千多斤 所以老头听说我们要做件大事 主动来帮我们烧 钱都没要 可见 咱们想做的这件大事 实在是有民心所向 张小静默默不语 只是盯着那炭火入神 萧归道 好了好了 我知道 你一时半会儿 心思还转不过来 要不咱们先去看看李思成 他引着张小静来到了玄关二楼 这里分出了数间灵关电阁 都是起伏应景之用 事宜里面布设极为简陋 不断的有人把加热到要求的麒麟壁爆出来 经由这里的通道攀入灯楼 进行最后的安装 萧归把其中一格的门推开 张小静一看 里面站着一人 直身见眉正是李碧 他也被偷偷的运进了灯楼 看起来神情伪顿不堪 但仍勉励维持着最后的尊严 李思成 看看这是谁来探望你了 萧归亲切的喊道 搂住了张小静的肩膀 李碧闻言 朝这边一看 先是愕然 两道眉毛灯石一条 连声冷笑道 好 好 张小静面无表情 既不躲闪也不辩解 就这么盯着他 一动也不动 萧归笑眯眯的说道 这事可巧了 想不到静安司的都尉 竟然是我当年的老战友 在风水宝的时候 是我们俩从死人堆里滚出来的 啊 李碧一正 不错 第八团一共活下来三个人 那时候我叫萧归 啊 对了 还有另外一个幸存者 叫文无忌 他到底在哪 我想思成也知道 凭李碧的才智 立刻猜出了谦音后果 他看向张小静的眼神 变得冰冷无比 可在那冰冷里 又带着那么一点绝望的意味 一个出生入死的袍泽 和一个屡屡打压怀疑的组织 张小静会选哪边不言而喻 张小静避开李碧的眼神 抬起手臂 手指在眼窝里轻轻一胆 这不是下意识的习惯动作 而是为了不那么尴尬 萧归看着李碧 又看看张小静咧嘴笑道 李思成慧眼识珠 一眼就挑中了我这兄弟 要不是我有几分侥幸 说不定啊 真被他给搅黄了 只可惜你们蠢 不能一信到底 李碧一言不发 萧归把自己的弩机 塞到张小静的手里 轻松道 大头 为了庆祝咱们重逢 插个猪鱼呗 插猪鱼 张小静听到这个词 脸色一变 这可不是民间重阳节 配猪鱼的习惯 而是西域军中西域 猪鱼果成熟后 呈紫红色 插猪鱼的意思 就是见邪 萧归笑意盈盈 下巴朝礼壁摆了摆 他的意思很明白 半个时辰之前 张小静还是敌对的靖安倍 现在转变阵营 为了让人信服 必须得纳一个投名状 静安司成 礼弊的人头 再合适不过 杀死自己的上司 将彻底没有回头路可走 如此才会真正取得 皮肤们的信任 萧归盯着张小静 脸上带着笑容 眼神里却闪动着 几次不善的光芒 这个生死相托的兄弟 到底能否值得继续信任 就看这道题怎么解了 他身旁的几名护卫 虎视眈眈 随时准备拔刀相向 林官阁里一时安静下来 李璧扬起头 就这么盯着张小静 既没有哀求 也没有训斥 张小静也没动 他沉默地肃立于李璧对面 那一只独眼微微眯起 旁人难以窥迫 他此时的内心活动 见他迟迟不动手 护卫们慢慢地 把手向腰间摸去 只听咔嚓一声 张小静抬起右臂 把弩机顶在了 李璧的太阳穴上 手指紧紧勾住悬刀 李思成 很抱歉 我也是不得已 张小静倒 语调沉稳 不见任何不动 大局为重 何罪之忧 李璧闭上眼睛 他心中苦笑 没想到两人在慈悲寺 关于杀一人 就百人的一番对话 竟在几个时辰后成真了 更没想到 他居然成了那位 被推出来 献祭和神的无辜者 张小静面无表情 毫不犹豫地 一抠悬刀 扑的一声 李璧的脑袋 仿佛被锯锤砸中似的 猛地朝反方向一摆 整个身躯 以一个滑稽的姿势 扑倒在地 一动不动 静安司的司成 就这样 被静安司都尉 亲手射杀在 太上悬缘灯楼里 张小静捶下弩机 闭上眼睛 知道从这一刻开始 他将再没有回头路可以走 为了拯救长安 他不后悔做出这个选择 可这 毕竟是错的 每一次应该做的错事 都会让他心中的包袱 沉重一分 屋子里 以时间安静无比 张小静突然睁开眼睛 觉得有些不对劲 不对 这不是弩箭灌脑 该有的反应 他看了看手里的弩机 把视线投向 躺倒在地的李璧 他发现 李璧的太阳穴 有一圈紫黑色的淤血 张小静的视线 朝地面扫去 不由的瞳孔一缩 那根射出的弩箭 没有箭头 手弩的箭感 和弓箭感不同 顶端要消圆 前宽后窄 因为手弩 一般应用于狭窄 曲折的近战场合 强调在颠簸环境下的威力 眼前这根弩箭 没有尖铁头 只剩一个椭圆的木杆头 这玩意儿 打在人身上 会剧痛无比 但只会造成顿伤 不会致命 张小静疑惑地看向萧龟 萧龟拍了拍巴掌 满脸都洋溢着开心的笑容 大头 恭喜你 你通过考验了 怎么回事 我对大头你并不怀疑 不过总得给手下人一个交代吧 萧龟俯身 把箭杆捡起来 我本以为啊 你会犹豫 没想到啊 你杀上司 真是毫不手软 佩服佩服 他对张小静的最后一点疑惑 终于消失了 一个人是否起了杀心 瞒不过他的眼睛 刚才张小静 抠动玄刀时的眼神 绝对是杀意盎然 张小静轻轻地喘着气 他的右手在颤抖着 你给我弩机之前 就把箭头给去掉了 萧龟笑道 你能抠动玄刀 足以说明用心 不必争取了李思诚的狗命 他还另外有用 暂时不能死在这 这时李毕 磕磕地试图把身体直起来 可刚才那一下实在太疼了 他的脑袋还晕乎乎的 神情痛苦万分 有鲜血从鼻孔里流出来 萧龟拎起他的头发 李思诚 谢谢你啊 为我找回了一个好兄弟 张小静 一声大喝响彻整个林关阁 李毕拖着鼻血 从来没有这么愤怒过 我还是不是静安司的思诚 你还是不是都尉 是 张小静恭敬地回答 我给你的命令 是制止皮肤的阴谋 从来没说过 要保全长官性命 对不对 对 你杀本官没关系 但你要拯救着长安城啊 袁兄就在旁边 为何不去动手 萧龟从鼻孔里发出痴笑 李毕这是把脑袋打糊涂了 这时候还打什么官枪 张小静缓步走过去 掏出腰间的那枚铜牌 恭恭敬敬插回李毕腰间 李思诚 我现在向你请辞都尉之职 在你面前的 不再是静安司的张都尉 而是 第八团 浴血奋战的张大头 是汉沙县尉 打入死牢的不良帅 是被右销尉捉拿的奸细 是被全城通缉的死囚犯 是要向长安讨个公道的 一个老兵 他每爆出一个身份 声音就会大上一分 说到最后几乎是吼出来的 李毕的脸色铁青 张小静入狱的原因 以及在这里几个时辰的遭遇 他全都一清二楚 更了解其中 要承受着何等的压力和委屈 现在 张小静积蓄已久的怨气 终于爆发出来 那滔天的凶满气势 汹涌扑来 让李毕几乎睁不开眼 偏偏 他没办法反驳 当张小静吐出这些话时 他的双肩一坠 仿佛卸下了万斤重担 萧归在一旁欣慰地笑了 在他看来 张小静之前的行为 纯属自找别扭 明明对朝廷满腹怨恨 偏偏要为了一个 虚名大义而奔走 太纠结 现在 张大头把之前的顾虑一吐为快 又真真切切地对上司动了杀心 萧归终于放下心来 他握紧右拳 在左肩上用力一撞 张小静也是同样的动作 两人异口同声 久死无悔 那一瞬间 第八团的盛况 似乎回到了两人的眼前 萧归的眼眶里 泛起了一点湿润 这时 李毕勉强开口道 张小静 你承诺过我擒贼 莫非是要食言吗 不 我当时的回答是 人是你选的 路是我挑的 咱们都得对自己的选择负责 李毕听到这句话 不由得苦笑起来 你说得不错 我看走了眼 应该为自己的愚蠢 一定得下地狱才合适 大头 你那五尊阎罗的名头 不知道到时候管不管用啊 严禁于此 请李郎君仔细斟酌 张小静拱手 称之为狼君 意味着张小静 彻底放弃了静安司的身份 长安之事 与他再无关系 听到这一声称呼 李毕 终于放弃了 说服的努力 垂头不语 萧归吩咐把李毕 从柱子上解下来 让两个护卫 在后头押送 然后招呼张小静 朝灯楼上头去 怎么他也去 张小静 颇有些不自在 萧归道 刚才我不说了吗 他另外有用 张小静这才想起来 之前就有一个疑点 皮肤们 袭击静安司大殿 为何不辞辛劳的 劫持李毕 让他活着 一定有用处 但这个用处 到底是什么 萧归看出 张小静的疑惑 哈哈一笑 说走 我带你去看个东西 就明白了 一队人 鱼贯走出临观阁 张小静刚迈出门槛 萧归突然脸色一变 飞起一脚 踢向张小静的腰眼 张小静 没想到他会 促然对自己出手 登时倒地 就在他倒地的瞬间 一道寒光 擦着头皮 看看扫过 大家好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